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Astor修理分享 趁着都挺精神的,就多拍一两集 让我多一些存货 今天就和大家继续讲这个 亲密关系的桥门 如果你还未报10月20日的 事业成功与关系美满的深层秘密的话 快点报名 因为未来的日子会相当困难 越来越困难 甚至乎这样 然后我现在 其实我很有趣的 我个人经常是逆境上的 好境我又做得很好,逆境我做得更加好的 因为我是非常强悍的一个人 我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 还有说 去到今时今日的话 其实做事是用两种力的 第一种叫血气 什么叫血气呢 其实这是基督教的Term 你不是凭血气还是凭圣灵 凭血气就是说 你靠你的学历 你的经验 你的勤力 你的人事关系 一些世界的东西 世间的东西 我就是靠种子 我是靠种子 靠因典 和吸力法则 所以我现在都做得努力的 但是我们做的事是半功倍的 即是说 可能我们做的事是这么多 但是我们的果效是这么多 这样 所以是非常之开心的 所以你未报的话 快点报吧 如果是海外的Members的话 你可以用回一样的价钱 即是说 如果你这个月是报 如果你是这个月入会的话 就是199 如果你是之前入会的 就是299 那我就会说 将这个事业成功的秘密 就 从格西 那格西说它 我又会分享我自己 到底我们真的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相对 会 Rekord sales 8月份会派 派花红 这样 有很大很重要的轎门 我敢说 90%的人都不知道 快点报名吧 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些 轻松松 又容易做到的事 好了 有人就问我 在youtube那里 你都算抵死了 我不说你的名字 他就说 Esta!Esta! 怎样可以中一个 性器官 他说什么 性器官是很敬秋的情人 伴侣呢 你是不是想激死我呢 好了 先解一解话 第一 他那里竞秋 如果他不爱你 那又怎样 是不是呢 而且他竞秋 是否代表他就搞事很聰明呢 不一定 又或者他那里很竞秋 是否代表 anything size是重要的 size是视觉上 你会觉得很厉害 或者女性的空暴 或者男性的嘴嘴 他说 怎样可以令你嘴嘴大一点 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的问题问错了 你应该问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在一段关系里 一个亲密关系里 你想要什么 其实 我们搞事 或者性交 或者我们叫做爱 OK 可能给不到你一种亲戚的感觉 就是intimacy OK 或者afashion 就是叫做 亲密的感觉 真正亲密的感觉 其实是说什么呢 亲密的感觉 是intimacy 亲密感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其实我在你面前有多透明 你在我面前有多透明 OK 我以前拍拖 和男士 是没有亲密的感觉 没有亲密感的 我们会做爱 我们会搞事 OK 特别年轻的时候 天经地义 搞事 你有性需要 但是 我们没有亲密感的 你可以有亲密关系 但是你没有亲密感 什么是亲密感 就是 比如说我经济上有多大压力 我不会告诉他 我有欠债 我不会告诉他 我生意上很大的错败 很大的挑战 我不会告诉他 或者我自己有什么忧虑 我自己的自我形象低落 或者我心里想要什么 我想什么 我现在想回我年轻的时候 怪不得我的亲密关系是不行的 我是从来不表达我自己的 还有因为有很多恐惧 我怕说了给他知道的话 第一他帮不了我 第二他会觉得 原来你这么差的 我以为你很好 哼 非你 其实 结果都是非的 不是你非我非你 或者情绪上我先走 然后大家分手 其实我以前我发现 我自己和别人是没有亲密感 没有亲密关系的 我比较有亲密关系的是我妈妈 然后 然后就是 反而我自己年纪越来越大 还有之前很多挫败 我经历过两个人生的低潮 一个是大概五年 四五年 另外一个就是十年 一个五年一个十年 所以加起来 其实我五十五岁 有十五年在低潮那里 就是说其实有三十年 都在准备着 或者有人生的高峰 人生的高峰 都有的 都很开心的 现在回来我就会知道 所以当然是 我现在在一个阶段 就是我不是很介意 人家怎么 你知道我什么 或者你看不起我 或者 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比如说相聚没有了 然后跟着我所有明月地位都没有了 我们的会员全部背弃我们 不要我们 或者住不了浪出 我现在现阶段 我是觉得任何东西都可以没有了 而是任何东西都没有了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出现 我没有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 我说过了 我试过有一次 我打坐 突然间入了定 去了一个很深 很空 空是空的 空是emptiness的地方 OK 那里是完全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是以一个意识地存在 我没有了身体 没有了我在人世间 我没有了我的名字 没有了我浪翠元的家庭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我发现 我是一个狂起的状态 是狂起 是开心的地步 是没有东西可以比美 唯一可以比美是什么 是有一次我在圣陀沙 和海豚游泳 那个感觉就是狂起了 狂起 狂起 你做爱性高潮都开心的 可能在这里 但是狂起是在这里 是 完全是没有东西可以比美 就是 哇开心到的地步 是完全 而且unconditional 然后我就发现 Oh my god 原来是没有东西才是开心 现在我拥有这个地方 我拥有两只猫 我拥有两只猫 的话 我去旅行 我就已经很不放心 我出了街的话 我会很害怕 她的颈脸 会搓到她 她会勾住她 我会有很多 很多的担心 就是小B今天 和小宝 不知道打架 整个脚损了 整个脚损了 整个脚损了之后 我一打开浴室 整个地都是血脊斑斑 非常之恐怖 我都不知道这两个 为什么可以搞到这么损 很多这些担心 那些银 很重 要搬柜的话 很难搬 有人说 你不怕别人打劫你 因为原来 emtiness 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是非常之快乐的 好了 所以我现在的现阶段 都是很开心 我最终的目标就是 要有七百万的会员 7千亿 的会员 但是做不到 我又不用死 而且我知道 我一定会做到 为什么 不知道 我知道我会做到 而且去到七百万的话 想象不到到时候会是什么 想象不到 所以intimacy 又再說這件事 扯得很遠 我們怎樣可以和人去創造一個親密感呢 其實親密感當然我們和我們的情人 我們的情侶 我們的丈夫 或者男朋友 我們當然想我們既有親密關係 就是說你做愛 你搞事搞得很開心 但是你亦都想心靈上大家互通 和說你完全在他面前是透明的 你不介意讓他知道你的恐懼 你的悲傷 你的希望 你的願望 你的野心 你的所有的一切 你的難過 你的難受 你的開心 你的歡樂 你的小女人 或者你的小男孩 而你亦都會想對方在你面前 也是赤條條地 他什麼都給你知 他沒有掩藏 即使他以前年輕人叫過雞 趙過忌 或者他曾經是 他舊女朋友 墮過胎 或者他曾經儲過牢 他有很多賭債 什麼 我們都會想知道 對方在我們面前 因為透明度很重要 因為他越是透明告訴你 這個意思是怎樣 就是說他信你 他信你 他不需要作故事來騙你 讓你愛上一個假象 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 好了 我們怎樣可以種到這個親戚的種子呢 怎樣可以 不單止搞事的時候很開心 而是 大家是隆情物異 簡直是見到 眼都傳電 然後他摸一下你 你已經很開心 OK 怎樣可以種這種種子呢 答案就是 燈燈燈燈燈 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看到我這樣停了 就是 多些對他人微笑 多些對他人微笑 當我們對人微笑的時候 你會種到很多很多 親戚的種子 他開花結果的時候 就是親戚的種子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種子很少 那時候很大 就不是說 有很多人說 哎呀 我對我老公好好的 或者我對我老婆好好的 我含生如虎 帶點子女 照顧老爺奶奶 照顧他殘廢的姐姐 吸毒的哥哥 智障的弟弟 但是我老公 一點都不愛我的 因為你的種子種錯了 因為那些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 那些事情 我誇張了 真的不是比較笑 而是 那些是你應份做的 你嫁了別人 人家悶的話 你就要做的 那你說 那些人會不做 那些人不做 那些人沒有良心的人 那你是種不到種子的 那你說 其實我也對我老公很好 我經常對他笑的 對你老公笑 都不是一個種子 是的 是一個種子的 你不對他笑 更加不是一個種子 你對你老公笑 是應該的 人家除了你做老婆 或者你對老婆笑 是應該的 我那天聽到一個朋友 說電話好笑 她是 我不說她的名字了 那我一齊回答他 他就說 喂 在哪裡 行了 我拿衣服給你 行了 行了 回來了 行了 不說了 那我就誤會了 我說 這個是不是你的兒子還是女兒 他說 不是 這個是我老公 我說 你這樣跟老公說話 你不怕離婚嗎 他說 咦 怎麼會呀 習慣了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這樣說話的 然後我說 你這樣也可以 他說 那不是應該怎樣 我說這樣 喂 Honey呀 在哪裏呢 拿衣服 好呀 拿了先啦 嗯 再見 拜拜 應該這樣 然後他笑到 前腹後仰 他說 咦 這樣也可以嗎 怎麼可以這樣跟老公說話 我說你拿一隻印牌是你老公來的 你跟阿黃說話就不行 跟老公說話 當然可以 然後他笑到 他說 我說 他說 因為習慣了 拍拖 由小時候十幾歲拍拖 到現在結婚三十幾歲了 已經都是這樣 喂 但是不代表 你的婚姻不會變 不代表有一天 你老公遇到另一個女人 他曉得 嗯 這樣 嗯阿陳 那你就死了 老公就走了 大家女人要懂得說這件事 就是對於快鏡 對於快鏡 說嗯 當然你不是對著我說 你也不是對著同事說 只是對著你的Honey說 對著你的Honey說 對著你的Honey說 嗯 真的 女人要溫柔 然後 最好笑的是什麼 他說 Ester 他說 因為你在這裡 其實我特意 斯文了 他說 我平時跟我老公說話 不是那麼斯文 我說 Oh my God 我想你平時有多粗魯 他說 平時更粗魯 我說 你快點改 人那麼好 但是說話那麼粗魯 怎麼可以的 好了 所以 好有趣的 當我聽到 格西說 Penny Wong 就說 原來親密關係 是要對人微笑 那我就明白了 我一證明是真的 為什麼呢 那我就說 第一 小妹呢 十年八年沒有拍拖 好久沒有拍拖 那就 一來 之前就很多 很多 就是 人生很多低潮 很多事情要處理 第二就是 因為之前很多感情都很挫敗 那個挫敗感很深 所以令到我就是 唉不拍就罷了 這樣 但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原來 有些事情是慢慢變 我以前是那種很熱情的人來的 就是 人家叫我 啊 抱抱抱 這樣 現在如果有人說要抱我 就是 不要 握手 OK了 拍拖肩頭拍照照 不要抱我 這樣 但是我都忘記了什麼時候 我現在變成這樣 還有說 嗯 我不會和別人笑的 以前呢 如果我搭電梯呢 我一定會和別人聊 你好啊 你好啊 然後人家出電梯就說 拜拜 就是我 我很鬼妹鬼婆性格的 跟銷售人員說話 現在我是呢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我都不會和別人打招呼 甚至乎我失格到 有時候在巴士車上 見到舊朋友呢 如果人家不看我 我都不會和別人打招呼 或者見到的話 有時候我真的可以失格到 之前 曾經 曾經我真的失格到 就算見到我老婆 不見不到 所以大家不用打招呼 怪得得我 那些親密關係是這樣 還有我都少了和別人笑的 除了我自己 浪趣的街坊 座頭的阿姐阿哥 阿叔阿嬸 或者我們家裡大廈 我們自己樓下的阿姐 或者超級市場 那些經常健康的 我會笑 原來一般在外面 見到會員我會笑的 但是見到一般陌生人 我不會笑的 原來這個 你不笑 就不會種到壞種子 但是 你笑就會種到好種子 我想都不是 不笑就已經是種到壞種子 因為微笑 是一個第一種種的報師 就是你去報師 第一樣就是和別人笑 譬如說你逛街的家 嘴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讓別人運氣好 你逛街的臉 帶一點微笑 當然不要這樣 那你不可能這樣逛街 大哥 別人以為你瘋子 實質你也是瘋子 有什麼理由敢笑 但是臉 因為我們平時不笑是這樣的 這樣的 因為我不笑是特別兇的 我樣子 很多人說我像校長 現在不是 不是這麼多紅色 有少少低空衣 怎麼會像校長 但是我平 但是如果你逛街的時候 沒有人的時候 都會帶一點微笑 這裡 a little bit 你整個人的運會好很多 所以我都會開始現在 和別人笑多些 這樣 好了 今天講短一點 不要每個人都要半個小時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給個like我們 留言分享意見 按鈴鐺 看廣告一分鐘 轉載分享 和快點加入我們 商序一台成為會員 我們這個月的優惠 就是10月20日 10月20日 這個 幸福 事業成功與關係美滿的深層秘密 現在我盡量在X30日 分享講這部分 OK 然後到10月20日 我就只講這部分 這樣變成我就不用 因為通常你如果來過我的seminar 你都知道一定是overrun的 非常之不professional 那變成兩個半小時 我就可以只講 事業 金錢 還有怎樣可以 在這樣的逆境 你都可以做得好 甚至乎好像我們這樣 旅破皆跡 這樣好不好 好了 還有什麼可以買呢 9月14日 9月14日 相聚一台 花好月圓 慶中秋 還有少許位 因為我們換了個大場 由30人變成70人 所以現在還有位 快點找Rebecca 2時半 2時半 5時半 這樣 長租 我們給長地費99元 還有大家帶一個美食上來 那 高 高 高俊宇老師會在這裏 高俊宇師傅在這裏 John O Sammy老師會在這裏 我都在這裏 所以四個老師都會在這裏 那大家可以 即是你喜歡問誰 你又可以拍照 那高俊宇老師 師傅 就會是主打的 他可能他說 他帶了PowerPoint來教大家 可能是風水 吹才 那樣 所以不要錯過了 快點去報名 然後 還有什麼可以Sale 9月21日 9月21日 3時至5時 零擺雨 內在小孩 John O 一位是199 兩位的話 每人149 John O 也是這個零擺 他是專家 他會哄到你很開心 那到這裏 拜拜